5月26日 吴雨菲于商场举行签唱会 肆意连番牵扯到她与余文乐命运的话题 吴雨菲一句尴尬表示 不知道 但脸上难言喜悦之情 6月9日是吴雨菲的生日 也是她与余文乐派脱后首个生日 然而失望到男友还没有约她庆祝 但满心希望会收到惊喜 我觉得 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有惊喜吧 但是我觉得 可能自己就是 年纪慢慢的大的时候 觉得就是平淡的吃 吃一顿好的已经 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可能每天工作很忙 然后可能压力很大 都是回家的时候 真的很想静静的过一个晚上 不是不想去可能 去外面吃饭 或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了 觉得 对 所以简单能做好 之前余文乐双双到国外旅行 至恋情曝光 余文乐之言在香港拍拖 媒体给的压力太大 故打算向公司申请生日期间放假 出国放松 看来二人又要制造一次浪漫之旅 我很想很想很想去旅行啊 但是真的没有时间 那我会尽量向公司要求 希望可以有一个假期吧 因为在香港拍拖 或者出国街都很难认得 之后就去旅行就比较平安 那当然如果去旅行的话 就是可能感觉要比较轻松一点吧 对 所以 所以真的很想去旅行 希望可以有时间吧 不计算 就是会由本性承超人 过着 位出国 其他 verdad 和 二番 距离 距离 鞭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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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